捐款的时候为何一直都热衷于做慈善的祸家? 没有动静 最近香港疫情受到不少人的关注而在这个紧要关头 众多明星也是纷纷捐款捐物 希望能够为抗疫出一份力 而李嘉诚家族作为香港四大家族之首 在香港疫情爆发之时 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不仅捐出了大量物资 还专门请自己旗下的艺人拍摄了一部宣传片 呼吁市民能够积极配合防疫 没想到一向被誉为风流富豪的李泽楷 也有这么不为人知的一面 除此之外 李肇基家族也先后捐出了1300万港币 并且还专门将自家的地皮借了出来 方便香港建立方舱医院 就连郭德胜家族也是专门捐出1000个房间 为此还把旗下的巴士和广场上 都贴上了抗疫防疫的宣传用语 四大家族纷纷出手 可同样是香港豪门的货家 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也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猜测 毕竟霍英东老先生做过的慈善无数 当初河南水灾时 郭晶晶和霍启刚夫妇还曾捐了1000万 如今迟迟未动 究竟有何隐情呢 香港疫情严重 众多香港富豪正向捐款捐物成为标榜 为何郭晶晶夫妇却进了通报名单 前段时间 霍启刚和郭晶晶在街上发生争吵 霍启刚摔门就走 引起了不少人关注 关于两人婚变的谣言也是越传越严重 使得霍启刚和郭晶晶两人不得不站出来辟谣 霍启刚直言不过是因为喝了一点酒 导致他和郭晶晶产生一些争吵罢了 没有想到会传成这个样子之后 两人的传闻就平息下来 谁知因为这次疫情 两人再次被网友拎了出来 甚至进入了网友的通报名单 作为知名人物 他们夫妇两人的一举一动一直备受关注 当初在武汉疫情爆发时 郭晶晶和霍启刚就曾低调的捐出7000万 这次香港疫情来势汹汹 霍家一直没有动作 让人有些疑惑 不过一向爱做慈善的霍家 在这种大事上从来没有缺席过 如今没有消息 却不代表人家病就真的没有处理 毕竟霍家家风一直十分低调 网友也是没有必要紧盯着不放 而最近霍启刚和郭晶晶也是低调现身 从网友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他们夫妇两人在社区中做一工 为街头无家可归的老人送温暖 这样为做公益身先士卒的样子 让人感觉到十分平易近人 也一下打破网上关于他们夫妇两人没有伸出元首的传闻 一首狮子山下共同抗议聚集了上百名的歌星和演员 在这之后 刘德华还专门为防疫人员录制了抗议视频 同样都是港星刘德华引众人称赞 而吴振宇究竟做了什么引起众怒 去年7月份吴振宇在内地酒店隔离之后 他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动态 怎样才能通过直播变现 一时间引起不少讨论 隔离期间还不忘赚钱成为他最大的争议点 不过这也不过是他的玩笑罢了 毕竟如今他也不差这些 而他和网友的互动也是产生了不少乐趣 面对网友的建议 吴振宇可谓是非常亲切 不仅一一回复 还不忘调侃自己搞笑的举动 也是让网友感到有些忍君不惊 如今香港面临疫情 这么多商界大佬和明星同心协力 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配合 相信香港很快就能够战胜疫情